1982年出生在广东阳江市,从四岁开始跟随祖父学习广东乐语,五岁学习高弧钢琴等乐器,并接受包括吉他二弧、爵士鼓等多样乐器在内的专业培训。 姐弟四个人均是在父母影响下从事音乐相关工作,少年时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周到瞩目被挖掘,17岁凭借单曲男孩的新式出道,随后就在全国展开巡回演唱会。 1998年就已出道,2002年演艺巅峰时期,曾在杭州开演唱会,连开十四场场场爆满,而李玉刚凤凰传奇还只是后辈。 张慧妹也只能开一场,但是真正让她闻名全国是在2005年,以一曲一万个理由横扫各大音乐榜单,获得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电视,2005年歌坛十大信任奖,内地最畅销的男歌手奖, 彩铃下载量突破1.2亿次,成为无限音乐彩铃销量冠军,一万个理由名列年度十大畅销金曲第一名,其后还创作了难道爱一个人有错吗?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,当我孤独的时候还可以抱着你,爱情里没有谁对谁错,等十几首红遍大江南北的歌剧,让正元的风头超过当时最火的高狼、旁龙等人,被誉为之张信者之后的情歌王子。 然而他却在最火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,一病就是四年,期间推掉所有演唱会赔偿了上亿损失,四年时间无法站上舞台,令他自己相当憋屈。 体重一度从110斤调到了78斤,为了能够重新站上舞台,开了求一之了之路,2013年正元全面复出,并且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出道以来最大的个人演唱。 当正元唱起《不要在我寂寞》的时候说爱我等传唱度极高的作品时,全场汤圆大声合唱,连久未露面的央视前主持人赵忠祥,也自称是正元的粉丝,闲来捧场。 赵忠祥曾评价听正元的情歌,爱情是艺术不变的主题,正元唱的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,所以更能贴近人心。 如今再度归来的正元依然活跃在歌坛,2015年成立了自己的正元工作室,每年都推出新专辑,有人曾评价说正元绝对是80后众所公认的请歌王子,华语乐坛才子。